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话就要谨慎一些 不能万开玩笑 但是关系到位了 就不能太谨慎 否则反而见外了 所以鬼谷子叫我们 要学会根据亲疏关系 使用说内还是说外的不同方法 人的亲疏关系决定了事情发展的走向和结果 通俗的说旧 交险言浅 交身言深 我们在说话时 与人沟通 一定要先看关系 再说话 二 不要抢人所难 无以人之所不欲 而强之于人 人是一种喜欢自以为是的动物 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所谓很多时候 喜欢不问青红皂白 就强迫别人听自己的 很显然这么做注定会失败 为什么呢 鬼谷子告诉我们 圆今是因为违反人的欲望 非要强迫别人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自然是一种不聪明的行为 三 不要自作聪明 无以人之所不知 而交之于人 人们说话有个习惯 总是喜欢说别人听不懂的话 自以为能显得自己高深有学识 实际上 说话的目的是为了沟通 沟通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说服 如果你说的话别人听不懂 怎么交流沟通呢 鬼谷子告诉我们 说话尽量别说别人听不懂的话 去跟人沟通 不是别人笨 而是你太浅薄 四 学会顺应人心 人之所好 学而顺自 在沟通过程中 你要想跟人通过沟通 拉近关系 就必须要找共同语言 我们都知道臭味相投 只有拥有相同习气的人 人才能玩到一起 说到一起 俗话说 肯知讨人贤 顺情说好话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在说话时 一定要尽量学会看人下菜别 懂得顺应别人 记住 千万别人 争执会产生离心力 而顺才会产生想心力 这四个说话技巧 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就如鬼谷的用七个字概述 因道而良曲之以 投之所好 相亦则亲 隐而不露 是鬼谷子的典型思维 学会这四个方法 相信能让我们学会交流 合理的与人相处 可以少吃很多亏 学习更多国学鬼谷子智慧 敬请关注鬼谷子智囊团微信公众号 我们一起纵横百合 鬼谷论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